除了中国,你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一点 凌晨三点的热闹街道 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传统和快速现代化的国家 有着许多独特而迷人的现象 将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最引人注目的景点之一 是持续到凌晨的充满活力的街头生活 在中国各地的城市 凌晨三点看到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并不罕见 这证明了中国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文化 中国夜生活最具标志性的方面之一是夜市 这些市场,如北京的东华门夜市或上海的周朴夜市 是视觉、听觉和嗅觉的超载 营业至凌晨,他们提供各种街头美食 从串肉和海鲜到一国情调的水果和甜点 热闹的气氛,小贩们向路人呼喊 新鲜烹制的食物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体验 在中国许多城市,便利店和餐馆全天候营业 像全家便利店和7-11这样的连锁店无处不在 随时提供从小吃和饮料到热餐的一切 此外,当地的餐馆,尤其是那些供应饺子 面条和火锅等中国传统菜肴的餐馆 一直营业到深夜 这种24小时的供应满足了夜猫子 轮班工人和任何渴望深夜小吃的人的需求 从而促成了街道上不断的人流 中国充满活力的夜生活不仅限于美食和购物 文化和社会活动在保持街道夜间活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卡拉OK酒吧及KTV非常受欢迎 经常营业到天亮 这些场所为朋友和家人提供了一个聚会 唱歌和享受彼此陪伴的空间 同样,茶馆和咖啡馆提供了一个更放松的环境 人们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社交到深夜 在中国,人们凌晨三点在街上感到舒适的原因之一 是高度的安全和安保 中国城市以低犯罪率和高效执法而闻名 监控摄像头的存在和定期的警察巡逻 确保了公共场所的安全 让居民和游客可以毫无恐惧地享受夜生活 凌晨三点熙熙攘攘的街道现象也反映了中国的城市生活方式 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城市是经济强国 生活节奏快 工作和社会生活的需求往往超出了传统的工作时间 导致了一种深夜活动成为常态的文化 这种城市活力是街道上无论何时都有人持续流动的关键因素 凌晨三点熙熙攘攘的街道景象 是中国生活中一个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 从热闹的夜市和24小时营业的餐馆到文化活动和安全感 各种因素促成了这一现象 这证明了中国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方式 让你一窥中国社会的核心 这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 无论您是当地人还是游客 体验中国的夜生活都是一次难忘的冒险